今天来到2011年的第四场文会讲堂 我是上海外语频道的主持人秦毅 今天非常荣幸的能够在这里为大家主持这一次的讲座 本次讲座由文会网视频直播 同时也要感谢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中国990市民与社会节目的录播 如果大家经常参加我们的文会讲堂 应该还记得2010年的5月份 也就是第30一期的文会讲堂 也就是在这里 日内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的教授张维为 做了全球发展中的中国模式的主题讲座 为学术界业已开展讨论的中国模式话题 开辟了一个非常崭新的视角 把民主关注的这个话题呢 也推向了另外一个高潮 那么随着中国国民经济的总量攀上全球第二位之后 中国的发展以及它对全国对全球世界模式的一个格局的变化 也是引发了很多中国人的关注 那么这些呢也同样催发了国际学者的一个关切 所以今天我们就非常有幸的请到了两位著名的学者 他们将在这里就这个话题展开讨论 他们的观点或许你同意或许你不同意 但是相信在今天下午这个讨论结束之后 大家都会得到一定的启发 下面我们就将请出本期的第一位主讲嘉宾 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 历史终结论观点提出者 弗兰西斯福山 现在我们欢迎来欢迎 Dr. Francis Fukuyama Thank you very much I'm really delighted to be here in Shanghai and to be a guest of the Wenwi Daily I look forward to the discussion with Professor Zhang I think that the rise of China is the most significant development in world politics today I was at a recent meeting where a Chinese person said that when Americans and I'm an American when Americans come to China a lot of times they come to lecture the Chinese and I want to say to you that the reason that I am here in Shanghai is not to lecture you in the sense of telling you something that I think you need to know the reason I come to China is to learn something and in all the times that I've been here I've learned a great deal and I hope to learn from this exchange as well so thank you very much to all of you for coming and I look forward to the event Thank you Thank you Dr. 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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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邀请非常高兴的机会跟好朋友富山县城来交流对中国模式的看法 我现在就不多讲了 到时候我们有时间在进一步的公众探讨这个话题 谢谢大家 那么今天的两位嘉宾刚才已经给大家都介绍过了 他们两位之间有什么样的共通处 又各有什么样的特殊性呢 接下来我们就通过一段PPT的短片来了解一下他们 通过这个PPT相信大家对于两位学者的背景 还有他们的观点体系都有了一定的了解 我觉得今天这个讲座非常有意义 一位是历史终结者观点的提出者 一位是刚刚出了一本大热的书《中国崛起》 那么中国的崛起是不是会颠覆历史终结论呢 我想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面 大家会见证一场非常激烈的交锋 那么在此之前我们将先邀请福山教授 为我们做一个30分钟的主题演讲 主题就是中国模式 现在请不继续欢迎 Dr. Fukuyama 给他的讲座《中国模式的中国模式》 谢谢您非常感谢 这个介绍 这个片子对我的介绍 正像这个刚才介绍的那样 我实际上最近写了一部书 就是叫做《政治秩序的起源》 这是主要是有关世界上政治制度 它的起源的情况 这是一本比较的著作 进行比较的著作 我想你对于现在任何的社会 要来进行理解的话 你必须要同时把它放在 跟其他社会的比较当中 才可以知道 它在什么发明是相似的 什么是不相似的 那么我们尤其要看到的一点就是 在了解中国的时候 更需要进行比较 在我看来 中国的发展实际上 在世界历史上是非常重要的 尤其是它的国家政权的发展 在这个意义上是非常值得关注的 在西方 我们知道 他们对于有关政治制度的描述的话 往往是非常欧洲中心主义的 经常是以英国或者其他一些欧洲国家 作为规范 但是在我看来 他们这样的描述没有充分注意到一个事实 那就是中国实际上是第一个国家 它实际上是真正发展出来 现代型的国家政权 这实际上可以说是比任何世界 尤其是西方世界的这个国家 要早是1700到1800年 所以呢 我想我在这里要给大家这个展示一下 中国的国家政权的发展轨迹 是怎么跟西方是不一样的 同时呢 当然我也要给大家做一个解释 我要来解读一下中国模式 那么这个前面我已经说了 我到中国来呢 实际上是要来学习 而不是来做这个教师业式的教训 那么我当然也这个期待着 待会讨论的话 能够也是给我启示 同时也给大家启示 那么如果是在讨论的时候 大家觉得我有错的 你也可以来在那个时候指出来 那么我现在先来讲一部分 涉及历史的这个部分 我想当我们讲这个政治制度的时候 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三类这个世界上 目前存在的三类制度 第一种制度就是国家 或者说国家政权 它实际上是一种 我们把它叫做等级制的这个价格 它能够充分的集中权力 同时使用这种权力 来在某一个这个规定的区域范围内 来实施它的统治 那么国家拥有它的能力 来这个强制要求人们 那么在一个现代国家当中 我想我用这个现代这个词 我是用这个就是 马克思维博所用的概念 那就是现代社会 它并不是这个依赖于 这个亲朋好友这样的这个关系 它也并不是这个按照人们相互之间 跟同志者的关系来这个重置的 它实际上把所有的人民都当作公民来在意治理 也就是说一般来说 这个统治者和这个集体被统治者 他们的关系是疏远的 然后呢都是把他们当作公民 所以呢这样也就是说 这个在过去是人们是按照血缘关系来进行统治 或者是按照亲友关系来进行统治 但是以后这个现代意义上不是这样 那么第二种这个制度 我们现在看到的那就是法制 这个法制并不是说仅仅单纯有法律 因为所有的国家实际上都有法律 法制是指这个 这些法律必须要获得人们在一个社会当中的道义的共识 也就是说任何人在那里某一个时段在进行统治 他都要遵守这样的这个道义共识 也就是说不管是这个皇帝还是总统或者说国王或者总理 他们实际上当然都是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来制定法律 但是这并不马上等于法制 这个实际上法制的话就是指对于哪怕这个国家的最高权威当局 都可以来这个进行约束 这才叫法制 那么第三种这个制度的话实际上就是政治 对政治的问责 也就是说这个国家他必须要对于这个人民要来做出回应 所以也并不是按照他自己的利益来进行行为 我想在世界上有很多国家 他们的这些统治者把政治实际上当作是一个来使自己获得财富 或者获得权利的工具 这个当然并不是这个问责制的政府 那么在问责制当中的话 政府统治者他对于公众实际上具有很宽泛的义务 那么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个就是我们把这个问责制呢 实际上是跟民主制跟自由选举连接在一起的 我想这是这个我们当然在美国或者西方世界这样来理解的 当然我知道政治问责制实际上是应该说还要宽泛一点 他比单纯的这个选举要这个宽泛 我想在欧洲这个比如说是在英国17世纪出现了这样的制度 他是指问责就是指同志者实际上要对于这些这个当时的这个议会这个来负责 那么实际上他们这个选出来的这个或者是参与选举的人当时也并不代表 百分之人口当中百分之十可能还都不到 所以这是当时的情况 那么我想对于中国而言 我想你们大家都看到一个事实 你们感到这是在这里是这样很长时间的同志 是要靠一个道义性的这个共识来进行统治的 这意味着什么呢 也就是说政府并不是通过他的这个选举来这个实施他的这个统治 而是主要是通过获得一种道义上的这个权利来进行统治 也就是说这些统治者必须先要接受有关的这个教育 然后呢对自己赋予有关的道义的这个责任 然后对人们进行统治 那么所以这是中国意义上的这个问责制 所以呢这是一种我把它叫做道义问责制 这是这个在中国这个比如说儒家这个原来的这个系统当中是这样来这个运作的 所以呢这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三种形式 这个一个呢就是这个 也就是说国家这个集中权力 然后呢这个逐步的就是这个它是对于国家权力进行这个限制 那么大家知道我提出过这个叫做历史的这个结束 历史的终结 那意味着就是我们最后呢就是要这个过渡到对于这个权力的限制 然后也就是说要对于人民进行这个要这个承担义务 所以要就是问责 那么我想第一个世界上的真正的现代这个政权 实际上是中国人来提造的 那么当时这个要在中国建立这个现代国家政权的一个动机 实际上可以说是跟这个欧洲他们要建立现代国家的动机是一致的 那也就是说他们这个面临着这个军事竞争的这个压力 我们知道在春秋战国时代 当时这个是中国的古典这个历史时期 当时你们有不少的政治的这个单元 他们相互在进行战争 他们在整个700多年的时期都是这样相互交战 那么这种军事的竞争迫使了这个实际上一种有现代意义的这种政治制度 它要求这个增加这个这个税负 然后呢是这个来招募这个优秀的人才组成这个官僚制度 同时呢这个依赖于这个选嫌举能 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这个选择这个统治者 也就是说并不是靠选员关系 这个相反的他比如说是挑选这个最 包括能干的这样的这个武士 或者说是这个军事这个指挥官 因为如果你不能这样做的话 下一场战争你有可能就会失败 那么后来当然中国通过这样的过程 中国建立了统一的政权 那么这个政权也就是在清代的政权 我可以说是相当现代的 当时中国的这个就是整个文官统治系统 可以说就是现在的文官统治系统 它是按照一个非常理性的方式来组织的 而且呢他们按照这个就是一个统一的这个规则 来治理相当大的一片土地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我认为这就是一个非常伟大的这个历史成就 这是这个中国做到的 但是呢世界或者说普遍的 人们并没有充分的加以认识 或者说充分没有给予足够的评价 这是这个公元前221年的时期 也就是说这是这个大概将近2300年之前发生的事情 那么当然中国它这个并没有这个发展出 另外两种这个政治体制 也就是并没有发展出这个法治和这个问责制 我想这里的原因是因为 为什么中国没有法治呢 因为中国没有任何一个超越性的宗教 我想这个法治在大多数社会当中 它实际上主要是从宗教当中派生出来的 因为一般来说呢宗教它是它承担着一个道义规则的这个来源的这样一种功能 也就是说他们是跟这个就是比如说是在西方 它是这个神父啊和这个统治者啊等等的都是这个分开的 我想在这个古代的这个犹太 还有是这个伊斯兰 还有是这个古代印度都是这样 在古代普鲁门啊和这个萨迪利啊 他们都是实际上是这个分开的这样的系统 所以我想在所有的这样的这个社会当中的话 你可以看到 你都有对于这些行政的统治者 实际上都是有一个这个法律上的限制 但是呢中国的这个情况是不一样的 因为它没有一个独立的 这个外在与行政体系之外的宗教的权利 所以这并不是中国历史传统当中的一部分 那么我们知道这个 所以呢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所以这个妨碍了中国现代问责制的这个产生 那么在西方确实不一样的 我们知道在西方 欧洲的这个封建时候 当时呢实际上是一开始就是 这个出现了这个法治 因为当时我们知道这个就是天主教的存在 所以呢就是甚至在这个现代欧洲政权出现之前 就是这个也可以说是宗教他们就 宗教力量就可以来限制欧洲的这个国王君主 或者说其他相关的一些这个行政体系 所以他们也就是说行政体系 他们这个在限制自己的 在这个运作自己的权力的时候 他必须要把自己限于一个更大范围内的 另外还有一个这个权力体系 所以我想这个正式的这个西方民主制的这个起源 他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一种历史的偶然现象 也就是说所有的这个欧洲中世纪的封建国家 他们都拥有这样的一个体制 叫做是国家政权和另外还有呢 其中包括了很大的一个国会或者议会的这样的这个体制 也就是说这个国王他要这个增加税负的话 必须要获得这个其他权力体系的这个同意 那么在英国的话呢 他们的这个议会实际上是非常强的 所以呢最后可以来这个就是对于国王 就是这个足够强的挑战他的权力 他们是后来实际上在这个1648年还砍了国王的头 所以呢这一个实际上后来导致了这个 他们的国王最后实际上是由英国的议会选出来的 那么这就最后形成了这样的一种问责制 所以英国就是这一点发生在这个1688年的这个光荣革命 当然也包括1689年这样的光荣革命 我们知道这个就是正式的民主 实际上在西方的这个起源 实际上就是因为这样一种英国的整个它的发展的进程 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它是非常值得注意的 也是相当好然的 但是一旦我知道这样的这个情况出现之后 那么这个慢慢的它就是这个有规律的发展 也就是说国家政权这个强大 然后呢但是呢同时它对人民来这个负责 然后慢慢的这个就是国家呢 它是这个又是出现了商业 然后是这个资本的崛起 同时呢这个也工业化等等就发展 那么这些呢都是这个 我可以说是目前我们现在世界看到的这个格局 当然这个有各种各样另外的一些类型 但是总的来说我可以看到这个 在欧洲它是这个这样的发展 但是在中国呢 它是按照着另外的一条线发展的 那么这个中国实际上是从这个2000多年前一直发展到现在 是走到它比较独特的道路 当然中国的目前统治的这个集团是这个中国共产党 他们是采用的是这个主义练龄主义 而不是这个儒家学术了 但是在很多其他方面 我们当然可以看到它的结构 也就是说智力的中国智力的结构 它实际上是跟这个很久以前在秦代所建立的体系是类似的 也就是说我们有个高质量的中央化的官僚化的这个体系 然后呢他们这个官僚的这个选目的话呢 实际上按照这个非亲属化的这样的关系 完全是按照这个就是这个 个人的这个优异的这种这个 或者教育或者其他方面的优秀的这个素质来加以这个选 好那么这就是有关历史的一个这个回顾 那么第二呢我要来讲一下 中国模式它包含着什么 然后它的这个强势和弱势又是什么 那么我想 这个 现在我们同时看到这个自由民主制 还有是这个像在美国和欧洲和其他一些地方的 这个民主制包括他们的这个自由权利制衡体系 那么我们来从这个角度来看一下中国模式 那么中国模式在政治上意味着什么呢 也就是说 中国的这个体系目前到底它的实质是什么呢 我想这个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个特点 那就是它是一个中央化的这个 一个官僚体系的这个威权性的政权 这实际上是这个它这个继承了这个中国历史上的这个遗产 也就是说有一个这个比较高的这个制度化的这个水平 在政治政府内部 我们看到这个有一个比较大的这个官僚体系 在对于一个庞大的社会进行统治 然后在这样一个政府当中 这个它是问责制主要是有往上的 也就是说对于这个共产党这个负责 而并不是这个就是往下 当然在这个过去的话是对于朝廷负责 那么现在是这个换了一个这个负责的对象 那么这个因为这个更上层的这个权力体系 可以来这个惩罚你 所以呢你必须对它负责 但是呢另外一方面的话 对于被统治的人民 它这个没有直接的负责关系 那么我想第二个特点 也就是说这个道义上的负责 那么我提到了就是说 你可以有问责制是一种程序上的 也就是说通过一个这个民主的选举来实现这一点 比如说乔治·布什他曾经是美国 他做了很多的错误 他是这个后来就是我们选了这个 来自于民主党的这个巴拉克·奥巴马 那么这就是民主选举 然后通过这种来贯彻问责制 那么在中国呢我们知道 他的这个问责主要是道义上的 而不是程序上的 从这个角度来说 也就是说这个道义的问责制 他是指统治者在道义上感觉到对人民怀有责任 那么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看一下世界 一些成功的威权的这个现代推进现代化的政权 这个他们当中有一个如果是成功的话 那么有一些成功的话都是主要集中在这个东亚 比如说在朴正西集团时期的这个南韩 还有在台湾是国民党统治下的这个台湾 还有呢这个在李光阳统治下的这个新加坡 还有呢这个日本这个在他非民族时代的这个日本 那当然还有这个比较大的那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实际上你并没有找到这样成功的这个 比如说这个南撒哈拉或者中东 或者说是这个南亚或者其他世界一些地方 这样的这个推进现代化的这种威权政权 我想这主要是因为是这些地方为什么成功 实际上受益于中国的这个儒家统治体系 大家是按照这个儒家统治这样来这个运作的 那么这里面拥有着道义的这个问责制 那么我们知道实际上是世界上有很多威权政权 在那里这个统治的这个统治社会的人 他们这个实际上这个所感兴趣的那就是要来谋取 他们个人或者是亲友或者家族的利益 而这个呢应该说并不是中国传统上的这个一部分 也就是说中国传统是并不允许这一点 在道义上并不是这样 那么但这个呢显然又不同于这个程序性的这个问责制 那么我想中国模式的第二点 那就是它的这个经济方面的这个特点 我想在这个方面的话呢 中国实际上跟其他一些这个东亚快速发展的社会 又是不一样的 我们知道中国的经济模式呢 它实际上主要是依赖于一个这个更範围内的这个 出口的这个推动 而且呢是大规模的依赖于政府来推动这个工业化 所以这一点实际上稍微是不同于 比如说是这个曾经在这个日本所采用的产业政策 或者韩国采用的产业政策 在中国这里呢 这个并没有很具体的 比如说是集中于像这个半导体啊 或者说这个造船 或者说这个钢铁啊 这样的一些这个产业部门 这个中国的政府呢 主要是致力于建造这个技术设施 然后提供金融信贷 还有呢是管理它的这个汇率制度 然后来使得它的出口具有竞争性 所以呢 它并不是具体的来选择哪些这个 有竞争者让它来进行出口 那么所以中国在这个意义上 它是这个 这个以一种这个推动这个发展的方式来 这个建立它的市场经济 那么我想另外中国模式的还有一个特点 那就是相对来说 相对来说 它应该说是整个它的社会保障体系相对 这个微弱 尤其是跟这个比如说像这个欧洲大陆和这个 就是斯坦丁威尔巴呢 就是北欧相比那是比较微弱的 也就是说这个中国在这里主要是这个促进就业 但是呢 它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对于这个就是从富到这个杰富济贫这方面的这个政策 做的是比较少的 尽管是共产党在这里 他们是这个用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 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如果按照极力系数 经济学家是用来衡量这个不平等的这个状况 这个系数来看实际上是在以往一两代当中 中国的经济系数不平等状况呢 是这个上升的非常快 那么中国方面呢 也认识到 这实际上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这个事实 也就是说在上海这样的地区和这个中国的内部 我们可以看到差异是比较大的 那么跟北欧国家实际上在那里的话呢 他们有一个这个比较大的这个福利的国家 所以呢这可以来支持穷的这个家庭 在像丹麦和挪威就是这样 相对来说中国的模式的话 在这方面就是它是这个社会保障是比较这个薄弱的 那么现在我们可以来这个比较一下 就是这个这样的这个两种这个选择性体系 或者说不同体制 他们的各自的优点和这个弱点 那么也就是说我们一方面可以看到有一个中国模式 另外一方面呢 有一个是叫做自由民主模式 是由英国美国法国意大利亚 以及其他的一些民主国家所代表 包括当然另外还有一些发展中国家 像比如说印度 他们也用的是这个自由民主制 那么在我看来就是中国的模式的话呢 实际上它有一些重要的一些这个优势 那么其中一个呢 那就是它的决策 如果你比较一下中国和印度的话 那么我想这个对比应该是相当明显的 或者说很强烈的 那么中国实际上是人们都知道 它这个很能够建设这个基础设施 非常宏大的这个机场 还有是高速铁路啊 你们可以从张海到北京 这个就是这个已经这个就是开通了 这个就是高铁 还有呢是桥梁和这个大坝等等 因为中国政府是一个集中化的中央化的 所以呢它可以快速的做出决策 所以能够这个很快的这个来实施这样的这个项目 在印度的话呢 虽然这个印度实际上 它这个就是 它这个是处在热带这个雨季 雨带 但是呢实际上是它的这个人均的这个 这个我们知道它的这个 这个水电 这个或者说它的最后一平均的每人的这个电量实际上是没有中国多 那么我想为什么 同时呢它的基础设施也没有中国这样好 为什么 因为印度呢有一个叫做以法律为基础的这个就是民主的政府 当中国可以在这里建设三峡大坝的时候 我们知道 实际上也还是存在着很多批评甚至是反对的 但是呢这个大坝就是建起来了 政府就是这个可以来这个推进 按照自己的意志推进 但是印度 你知道塔塔公司在几年之前 他们想建一个叫做 在西班加尔的一个这个汽车厂 但是呢在那里就碰到了很多的抗议 然后呢还有这个就是工会啊和农民的组织啊等等 做出反对 最后他们实际上最后只好放弃 因为政治上的反对力量太强大了 所以呢在一定意义上 我们可以说在这个经济决策这一个方面 毫无疑问威权性的 也就是中国政治制度的威权特性 使得它可以能够拥有一定的优势 当然我想在美国 我们有一个也是以法律为基础的这个社会 然后呢我们有这个就是问责制 但是呢另外一方面 美国它实际上 这个当然还没有印度那么糟糕 但是呢实际上我们也面临着 我们政治制度当中的一些问题 比如说我们拥有一些 我们有我们的这个长期的这个财政势子 我想大家每一个这个专家都知道 这种趋势是不可持续的 这实际上因为最近的这个金融危机 而这个变得更加糟糕 我们的政治制度实际上因此 而这个瘫痪了 在这个民主党和共和党 以及我们的整个这个制衡体系当中 这是在我们政治体系当中呢 使得整个这个难以运作 那么另外呢 我们的这个利益集团是非常强大的 他们可以能够阻止某些这个决策 虽然这些决策从整个社会来 常用的利益来看是这个合理的 但是呢这个最后就好像一些 这个小部分的利益集团这个低调 所以呢这个美国很难来解决这样的问题 但是这个我们是否可以在以后几年当中 能够这个改变 我想这样是非常重要的 这将可以让我们来判断 美国长远是否真的这样的民主制 能够是成功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 我想跟中国一对照 中国有很多这个优势 当然我不知道这样的这个优势 在多大程度上实际上是依赖于中国的历史 但是毫无疑问 我知道在以往一代当中 中国人民实际上还是有比较自由的这个意识形态 政府呢实际上也这个进行了很多创新 是对的就做 是不对的就改 而另外一方面呢可以说美国政府的话 他们实际上是在经济政策方面 倒是教条气很浓 虽然我们知道这个美国人总是说他们非常务实 而且也愿意来进行这个尝试 但是实际上我可以说并不是那样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那么我想中国确实是还拥有不少的优势 但是问题这里我们要问 也就是说这种可持续性是怎么样的 我们知道在这个全球经济危机之后 中国实际上做得还是不错 而美国呢实际上是看起来好像是 并没有做得很好 我们现在还在赤字底下挣扎 而且呢我们的整个这个政权的话 都是甚至这个经济方面限制的这个制约 但是我们这里要问的一个问题是 哪个制度实际上往下 在这个20年到30年更长的时间当中可以持续 那么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些长远的这个考虑 我这样长远的考虑 让我还是这个赞成这个美国制度 多以赞成中国制度 当然待会这个张文伟教授也许跟我要就此进行一些辩论 我想这里面有好几个问题往下的话 我们要看到这个在中国政治制度上是值得关注的 第一个呢那就是这个对下的负责 这个还缺乏 如果你看一下中国这个历史上王朝循环的话 也就是说他们往往就是高度中央化的这个官僚体系 他们无法获得足够的信息 不能够了解整个社会当中正在发生的事情 最后无法来这个进行有效的管理 那么我想在这个官僚体系当中最后就是带来很多的这个就是腐败 最后就是难以来进行良好的治理 在一定程度上我想这样的问题的话呢 目前在中国的体制当中还是存在的 今天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的机会 可以来这个收集这个信息 我们有英特网 我们还有现代的这个信息啊等等 还有其他现代的技术 但是呢对于政府来说 他们的这个就是是否有足够的激励来回应人民的要求 回应人民的这个感觉 以及来这个尊重人们怎么来治理的这个这个意见 这个实际上还是个问题 所以我认为这个向下的这个负责质 这个也许最终要靠这个自由选举来实现 因为除非这些领导人觉得他们这个就是自己的位置 最后实际上受到威胁 弄不好人民会不选他们 要不然他们就不会做真的恰当的事情的 常远来看是这样 那么第二点我想在中国体制当中 目前还不存在的 那就是这个这也是未来需要关注的 那就是在传统中国当中 我们有一个坏皇帝这样的问题 毫无疑问 如果比如说你有这个高度能干的 和这个训练有素的这样的这个官僚 也就是说是技术专家充分接受两行教育 然后他们又有一个这个要为公众这个利益 服务献身的这样的精神 那么毫无疑问这样的这个政府的话 一定可以是这个在至少短期内 比这些这个民主政府选出来的人 应该还要更好 因为这个民主政府往往有的是有这个民粹主义 或者是靠这个政党的这个联盟啊等等 比较虚弱等等 但是呢 我想这个中国的这个体系问题 它有一个它是不能这个就是解决的问题 那就是这坏皇帝问题 在中国过去也已经碰到了这样的问题 如果有好皇帝 那么这个还好 但是呢 问题你这个并没有任何的制度保障 保障坏皇帝不出现 那么这个或者出现了这个坏皇帝 因为你没有这样的这个问责制 所以你很难把它这个去掉 所以呢 我想这是一个这个问题 所以你怎么来保证获得一个好皇帝 而且保证这样一个好皇帝 总是这个就是一代一代的代代乡成都是好皇帝 这一点我想是这个目前我们现在还根本没把握 我想还有这一个这个模式当中 就是有一个它的经济模式的问题 也就是说它的这个出口模式对中国是好的 只要中国还是一个小的经济体 那没问题 而且这个出口导向的话 很好的是一种赶超这个发达的工业化国家的主要的途径 但是现在中国已经是世界上第二大的这个经济体 所以呢 这种这个外资或者说对出口导向的这种制度是无法维系的 那么这个 而且呢 它需要这个还像 我们知道这个就是 美国的这个和澳洲的这样的靠信贷来这个消费的这种消费模式 也不可持续 我们知道现在这个整个经济危机已经表明了这样的体系已经是崩溃了 那么还有这个往下的话 还有其他的一些问题 很大程度上就是这个我们知道中国的体系靠这个就是金融意志 也就是说靠人们实际上是大多的这个拼命的储蓄 而且这样的这个通胀状况下是这个储蓄者实际上是这个失利的而不是得利的 另外呢 整个这个经济实际上是它并没有完全按照这个像市场力量运作那样达到了比较高的这个效率 所以呢我想这样的这个经济模式长期来看的话 一定要这个能够重新加以思考的 那么还有一点这个我想在我这里要说的还有一个是道义方面的问题 这实际上是有一个跟什么相关呢 我想政府的话实际上不单单是要做出好的经济决策 即使一个政府它可以提供长期的经济的增长 它有效的 这是不是一个一样的复材 政府有个向上的复材 是因为它有的可信价 和它真的有关于这种问题的stand飞临 是因为人们的称人才想要被认为 成品为例子 成为人民的脑袋 成为人们为其他自己的手段 这是我论的一件事 从让我论出了一件事的政治市里 但是如果这些公民不能参与这样的一个最后的分配的过程 或者说不能获得足够的增援的话 那就会出现问题 我想我们在这个东东北非的话 我们看到这样一些威权政权最后就是遭到了严重的挑战 他们实际上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这个人民实际上要求获得尊严 最后这个最后受到了巨大的压力 甚至垮台了 我想这一点这个在很多程度上 它是这个在这个威权体制下本身是不能够加以解决的 但是尽管这样我要说的是这样两种不同的模式的话呢 并不是我认为这个就是好像必然会这个一定要这样这个一个好一个坏的 我知道这个民主本身它实际上也会变糟糕的 这个我实际上这个要这个来承认目前的话 我们知道美国的民主制度实际上也是这个碰到了很多的问题 我们也需要来这个解决其中很多的问题 所以呢我待会期待着这个大家的讨论 期待着这个跟大家这个进行交流 同时期待着跟尤其是张教授的这个对话 好谢谢大家的观众谢谢